接下來也是妹妹組代表 2號 子晴 哇 妳這樣好成熟喔 對 我今天穿 妳已經在妹妹組邊緣了喔 很邊緣喔 超邊緣 因為我其實平常自己算是 蠻少穿西裝的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我的聲音什麼 我就穿這個會讓大家覺得 跟我很就是不合 妳如果穿西裝 感覺妳這樣一彈一筆聲音 好像店要開了 對 所以今天我穿西裝 大家都說好不像我 所以我在挑西裝的時候 會特別就是挑一些 可能有多層次的這個 設計 像我之前家裡都是素面 比如說黑的西裝啊 或是灰西裝 就比較少有設計感 所以我現在挑 都會挑一些有別的一些剪裁 像這一件呢 它就是有搭配灰色條紋的剪裁 就不會讓一個黑西裝很單調 所以我自己現在開始都是 挑這種款式的西裝 所以像這件也是 因為我覺得我的個性 如果穿全粉紅的西裝 會看起來很幼稚 所以那時候我在想要挑 粉紅西裝的時候 看到這一件它是有做 也是條紋的設計 然後再穿起來的時候 就會覺得比較有那個休閒感 不會看起來太正式 然後另外一款呢 是綠色 因為今年很流行綠色 所以那時候我在鎖定 挑綠西裝的時候 特別選了這一款是因為 它有這個黑色的滾邊 然後看起來就會比較有氣勢一點 這個好像 像托兒所裡面的甲草 年輕的 像那個 小朋友 就是怕他們跌倒會痛會痛會痛 或是蠟筆小新的園長 對 毛髮丁 對 我只是覺得就是 幼兒園裡面的 玩偶穿的 但因為那時候我想說 西裝就是 盡量挑很多不同顏色 可以在很多場合穿到 所以那時候要找綠色 我也是找了滿久 只是我覺得這件如果穿起來 為什麼妳一定要找綠色 因為今年流行 想說一定會穿的 到時候有特別鎖定綠色 那有穿到嗎 還沒 因為它這個是比較冬妝的 有是不是 對 所以想說今年冬天可以搭配 然後就是盡量在這個衣櫃裡面 就是各式各樣的西裝都 顏色都要有 不然我之前以前都是只有 灰色 黑色 就太單調了 這一趴妳都沒有互動 有啊 我說今年很流行綠色 然後說 然後說他如果穿西裝 很像要去簽新的約 不是 所謂沒有互動是 妳有在聽 可是沒有說妳有在聽 妳跟妳沒有講話 沒有愛 所以妳沒有互動 他有說 我圈倉是老師來決定 可是至少我看起來會覺得說 他 跟上一位的妳的團員 我會覺得 老師雖然打圈 但我覺得 他很可惜 就是他好像都 風格差不多 買衣服很容易會買到 我們買都是一樣的 因為妳自己喜歡 一直買一直買 他還是幫他講話 對啊 我真的很多款式 我們17年的友誼 喔 17歲 好的 圈或差 老師 1 2 3 妳看吧 妳看吧 所以心梅姐 她被她影響 妳看吧 因為這樣 所以我都沒有講話 我懂妳的 我不知道要 就是妳都不講話的時候 她們就會打圈 打差 我的音響好強喔 對啊 天啊 天啊 妳是影響 妳才是主要的那個人 真的 真的 Tikers N就是妳 老師妳把我的OS講出來 因為我把OS講出來 老師 我拖這麼長的時間是 要妳們好好的講 為什麼是差 為什麼 這我媳婦耶 為什麼 老師 勇敢說出來 我可以先講 因為我覺得紫晴她身上這一件 西裝 就是把妳的優點都遮起來 因為其實妳胸線很漂亮 妳直接把這個 妳把它都包起來 而且我覺得其實 這黑色真的好像有一點不適合妳 我覺得其實妳也可以穿 淺色一點 我覺得我等一下可以幫妳改造 就是可以穿淺色一點 但還是一樣就是有氣質 有氣勢又時髦的感覺 對 來 玄毅老師 是 其實我覺得紫晴 剛才拿出來的衣服 就是西裝 反而比較好 我也是對她身上的這一件 有一點點偏見 不明白 小女是誰 因為她其實是有 到底穿幾件 她其實有一點點拚接 幾何 結構的感覺 可是她的版型怪 因為她的肩膀有一點點 往內跑 那個來對不對 對 對 妳胸部這麼漂亮 妳為什麼要扣她來 妳要打開 對 對 妳就這樣 妳就這樣就對了 妳就應該要開著 這樣就對了 妳要打開是對 妳幹嘛扣那麼緊 妳要扣不太好 因為妳剛剛扣起來的時候 那個肩線往內移 這樣子妳的頭型會變放大 沒有 她胸部太大了 好 等一下麻煩老師 對 說實在的 同梯的跟她要穿衣服 她比較難穿對不對 就是我們這裡比較厚 對 比較 比較厚的人真的很容易 就是把人家好好的衣服 穿得走位了 對不對 但是妳要我們駕馭 就是那種很 很肉欲的那種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 直接露出來 直接露出來 我聽不懂妳 就是直接很冰 妳可以示範給我 沒有 我沒辦法 我看起來不同靈 我們中間有一條線 哇 是是是 好的 好了 來 請坐姿勢 如果妳跟我們一樣 有這個困擾 就是這裡太久 然後妳看 好好的西裝 就被我們穿 ㄍ到就是變形了 怎麼樣穿出態度跟時尚呢 妳看 來 好適合妳 這樣彈生意一定是 我覺得是淺色人 真的 我真的覺得 其實妳穿搭最重要 就是把自己的優點展現出來 還要把自己的人格特質 也是就是 把它盡量發揚過 因為這樣其實紫琴 就給人感覺是比較可愛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選擇顏色 一定要是選擇淺色系的 對 淺色系是符合妳自己的人格特質 就可愛的 對 然後個子小的要選淺色的 對 淺色 因為她其實剛穿黑色系 就很不適合妳 真的很不穩 對 就不用硬穿 其實妳看妳要穿淺色系 然後因為其實像妳胸線 跟妳的腿都很漂亮 所以妳都應該要展現 妳面對小腿太太包色了 是不是 對 露一點雕線 今天有些那種 馬甲型的小可愛 妳就會看起來腰特別細 因為又露一點點條 然後還有胸線的部分 對 然後還有其實 這件西裝外套它是三穿 大家可以看到很特別 它這是第一種 因為它現在是做 零片是可以拆的 所以這是第一種的感覺 然後其實如果你不想要有零片 你要更隨意感覺 它這邊是做扣 它可以拆 對 它可以拆掉 對 很酷 所以你就直接 對 就整個拆掉 對 這樣子又變得更平衡一點 但如果你還要 就是它可以其實整個拆掉 它可以變得有一點像是 圍巾有沒有 對不對 對 就是隨便 這樣好像精密組 對 你今天出去 你一個在一個會議上 一次變換三個造型 大家一定會對你印象深刻 精心準備 對 精心準備 對 她如果跟我開會 我就覺得 她好可惜 那個千變萬化那個女 對 一定會記得 千變萬化 都印象深刻 千變萬化女秘虛 而且三種都非常好看 所以像其實 然後像它 因為其實我幫它搭配 是比較有一點溫柔 符合它自己個性 我就會加一點時髦的單品 在身上 所以像就是這樣 好可愛 對 它是紐約超級的一個 那個是包包嗎 對 小肺包 對 它就是 而且它 它正面長什麼樣子 對 它是一個 就是 正面 正面就是正面 是女生 對 而且它打開 裡面還有一個 還是屁股 還是屁股 打開還有一個 雙屁 雙屁股是非常精緻的 那還可以開嗎 妳說 妳想幹嘛 裡面都是屁股 妳想看到哪 白白的屁股跟那個 對 這顏色好適合妳 對 我真是顏色 妳好變白 我不應該穿 不適合我的顏色 妳真的不能穿黑色的 對 我覺得妳 妳黑色西裝都可以丟掉 真的 丟掉它 丟掉它 後面的西裝 有 來 先換我 其實我也可以講一下 我今天身上這一件 其實像 今年的衣服都很流行 就是一一多穿這樣 所以我外面這個領片 它其實也是裡面這件襯傘 所以你把它抽掉 對 直接抽著 對 對 就是 完全就是變得 會比較低調一點 剛剛是比較僵狂這樣 就是比較低調 然後我身上這一件也是 我講到 今年其實西裝 一定就是要有短板西裝 因為像主持人跟雨農 都是選短板西裝 我身上這一件也是 但它是 封衣式的短板西裝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有這一個 對 袖子的這個扣袋 然後還有這個大翻領 對 然後它的這個口袋 還是故意做一高一滴 對 一高一滴的 對 封衣式的 然後重點一定要有大墊件 就我再次強調 真的 現在新時代女性 你如果沒有一件 有墊件西裝外套 真的就不要出去工作 然後還有像 因為我自己 非常愛穿Tone and Tone 就會看起來身高很高 對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才165而已 但是我就是 看起來好像會有170幾對不對 對 你看起來有170以上 對 就是因為我很愛穿 這種Tone and Tone的 就會直接拉高身高 然後裡面再看高一點 接合全身高 對 10公分這樣子 然後 對 來 我再介紹一下 這一件 這套 對 這套它就是直接把西裝的前面 連起來的 變得好像是 西裝的短上衣 這也是短板的西裝 那就是我說的色卡 有像嗎 對 深灰 淺灰 淺灰的中 灰的深灰 都在老師身上跟近一點 有 對 因為其實Tone and Tone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淺色到深色 都還算是Tone and Tone 這個系列 對 然後像這個短板西裝 它直接把它就是做成一個 像衣服一樣 然後一樣也是有墊件 然後保留這個西裝的袋子 所以你穿上去 大家也會覺得很有趣 它到底是西裝還是上衣 然後你要配全身的 也是Tone and Tone的系列 所以它是假兩件 沒有 它是一件 對 但只是它是故意 把它西裝連起來 做成這樣 對 做成像上衣式的 所以像一般人就是 有的人不喜歡 一直就是西裝打開 你就可以選擇像這樣 然後配一個微微的小高 對 就是比較特別的短板西裝 還有像這一件 這一件短板西裝 它正面看起來好像 好漂亮 這樣配好漂亮 對 就是我也都是 都是像你的 色卡系的搭配 全部都是同色系的 對 會出錯 對 絕對不會出錯 就是色卡系的搭配方 然後這件看起來好像前面 就是真正常常一個 短板西裝 但它的小巧是不是坐在後面 對 它直接坐也是一個扣子 因為像一般有的 比較大膽的女生 它裡面它不穿的話 直接扣起來 其實你是可以漏背的 就是 對 性感小心機是擺在後面 而且像這個其實你也可以拆掉 它又變成有不一樣 變更隨性的感覺 對 所以我自己選擇 像這種短板西裝 都可以選擇稍微有一種 有特色的 有一個地方有特色 大家就會覺得 你整個人會很不一樣這樣 而且又是同色系 下半身我幫他搭一個 這個也是 今年流行這種褲裙子 對 它是褲子 但是它是有一個裙片這樣 而且其實短的 西裝外套的好處就是 你只要下半身 只要穿這種長褲 你看起來腿就非常長 就是上短下長的配法 都是直接 對 直接非常可以拉高 你整個人的這個比例 然後還有 西裝大家一般都會很怕熱 或是什麼 其實今年也很流行 短袖的西裝 對 今天主持人也都有穿到 短袖的西裝 還有像你很怕熱的人 其實你可以選這種無領片的 對 它就是直接無領 但它做得又有一點垂墜感 所以就是讓你比較 前面也不會厚重 然後你就是又是短袖的感覺 像它這個其實下擺是做的 不一樣 對 一高一滴的 其實都是有一點 一滴都很好 對 小細節在裡面 你就會大家會覺得像 就一件好像這種杖青色的 可是就是 你會覺得它有很多很舒服 很簡單的設計在裡面 所以怕熱的人可以選擇這一種 對 短袖跟無領 像這一個也是 這一個它也是做在 領子這邊有一些很特別的設計 它直接把一般我們領子有沒有 翻過來 翻過來燙平的感覺有沒有 對 我懂 就是像這樣領子 然後這樣擺 那就是你直接把翻過來燙平的設計 就是 所以其實像今年很多西裝 就是在領子 就是做不一樣的設計 像你身上這一件 跟這一件 它都是在領子有特別 對 很有趣 然後做成 而且它又是這種比較 整個大肩領的 其實像你如果是想要修飾脖子 或臉型 你可以選擇這種大V的 對 深V 直接看起來臉型就會比較尖 然後裡面就要穿 跳色一點 是不是 落差大一點嗎 我 因為它其實大V 我自己想要配的 個性風一點的時候 可以就是配這種比較對比色 就是接一個黑色 但如果你想要溫柔一點 你可以配白色系 明白 因為我想要配的比較個性 所以我下半身也是配一個 比較亮一點 像那種絲綢的白褶裙 其實白褶裙也是西裝的好朋友 如果你今天想要穿的 不是喔 對 你想要穿的 女人味一點點 你下半身就不要穿 很酷 沒有 妳為什麼要看我 女人味一點 對啊 妳很適合白褶裙 然後它有一個多層次的西裝 這很好看 很好看 其實就很適合 這件其實男女就可以 因為像今年流行這種工裝風 它其實就是一個工裝風的 而且也是多層次的西裝 像就是比較喜歡凹豆風格的人 可以像他就是故意做三層 像這樣你三件搭起來 就會看起來很凹豆 但是其實你把它 外面是一個背心 對 是背心 對 妳把它如果脫掉之後 有沒有 對 就會看起來就是比較正式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要 Urban outdoor的感覺 你就是穿背心 然後要正式你就脫掉 就把背心反過來 穿在外面 對 它其實對 就是也是一衣三穿 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一套衣服 有各種不同的穿法 而且今年如果工裝風 各位記得一定要超級無敵大寬褲 好寬的 對 超寬的 對 其實你看就是 像這一種的風格 而且他跟他老公都可以穿 對 共穿 對 就是男女可以共穿的 然後或是喜歡就是 凹豆風格 一衣三人穿 對 一衣三人穿可以 對 一定要這種超大的寬褲 然後就是像這種多層 你自己要怎麼配就怎麼配 顯色顯活潑 一衣三穿的西裝領子 再配馬甲是小可愛 俏麗有性感 好適合子晴喔